创意比赛竟在运通 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准备收看今天的稳超生间节目 当然昨天台股修正下跌了300多点 当然今天台股持续的修正 盘中震荡接近700点 也就是你把昨天跟今天的跌幅加起来 两天跌的速度非常快 大跌了600多点 那严老师你怎么看 其实严老师看待这个大盘 就好像看到自己的人生一样 人生有低潮有高潮 人生在低潮的时候 千万不要放弃自己 更要努力往上走 那人生在高峰的时候 在巅峰的时候也不用太臭屁 对不对 反而要低调 这个就是严老师的一个人生 台股大概也是这样子 之前这个8000点开始涨 投资人疯狂进入到股票市场里面来赚钱 一路涨到12000 15000 17000 这个时候大家胆子大了 开始用融资来操作 我相信我在运动财经台 这下午三点半的节目 我真的每天几乎都提醒大家 真的不要用融资来操作 你用融资来操作 对各位来讲没有好处 这两天的一个大跌 昨天融资一天接近减少了50亿 当然今天下跌了280几点 对不对 这个融资还是会持续的减少 之前8000点往上走 叫做嘎空单 空单有一百透暗张 空单嘎完之后 现在要杀融资 这个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台股的一个cycle 它是一个正向的一个循环 所以说你如果说连这么简单的道理 你的抗压性是不够的 那你是没有办法在台股里面立足 立足 当然今天有个族群很强 它叫仿制类鼓 对不对 仿制类鼓 红元大将大东连发 老师我听都没有听过 这些仿制类鼓 好像跟我也没有关系 的确投资人很早去做仿制类鼓 但是今天有个族群 点注 细菌元很强对不对 好像这个细菌元 这个订单 已经看到年底 现在投资人你要去注意的就是说 有什么样的股票 它是属于一个错杀的 当大盘对不对 修正的时候 杀融资的时候 不管好的股票 坏的股票通通杀 但是就是有一些股票是错杀的 细菌元是不是错杀的 我不知道 反正大家都在看阎老师的节目 锁定阎老师的节目 你可以持续的来做出一个观察 那我今天大概要跟大家提一下 有些历史故事 我必须要告诉大家 中国人喜欢讲什么 讲三国 对不对 魏蜀吾这三个国家 为什么喜欢讲三国 因为它是一个很特殊很特殊的年代 不是两强对视 不是民国38年 对不对 老共跟老蒋两个在对打 它是三方势力 魏蜀吾 魏国在中原 吾在江东 蜀在现在的四川 那个三星堆文化 大家都听过了 非常有名的 中国类似像地外文明的 一个三星堆文化 其实闫老师对考古 这一方面是相当相当的有研究 相当相当的有研究 也曾经下过苦功夫 那今天为什么要讲到三国 三个能不能争来争去 谁统一了天下 司马懿 对不对 结果三个都没有统一 曹操先隔屁了 诸葛亮也隔屁了 孙权大桥小桥 对不对 结果也是隔屁了 最后司马懿 创造晋朝 为什么 因为他们看不清楚这个局势 台股现在也是一样 那如果说你讲说日本史 韩国史 日本史有什么 有幕府时代 韩国史有什么 叫马涵 陈寒 并涵 他们都是属于一个 非常混乱的时代 我今天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 因为台股目前为止 就是这种局势 就是这种局势 你如果局势都看不清楚的话 忽多忽空 对不对 你要做多的 我这边有一组是多单的 我让你来做 你要放空的 我这边还有一组空单的 让你来做 做到最后你知道不知道 那精神上面会异常 因为你做单方向 可能都赚不到钱 何况说你要做两个方向 这个是一个理论上面 跟实际上面是不吻合的 如果说你讲到欧美史 有人想要跟你讲南北战争 这个林肯解放黑奴 有人会跟你讲美国总统 华盛顿的故事 都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政治家 我们讲政治家 不是那种政客 这个差很多 政治家是为人民服务 政客是为了自身的利益 我出来为我自身的利益 当然分析师也是一样 不能够为了自身的利益 站在这个舞台上面 欧龙赛倒 对不对 胡说八道 讲很多东西都要有根据 当然这个大盘跌了两天 明天可能稍微再震荡一下 后天可能就上去了 一切又恢复正常了 这个就是严老师的看法 我的看法我必须要跟你分享 如果说等到这个盘是涨上来之后 老师你在最困难的时候 都没有告诉我们说 这个大盘它叫做什么 它叫集叠还掌 两天三天 六天快 后边就起来 这大盘你要讲形态 我今天特别准备了一张图卡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好不好 来 看到这边 严老师节目的时段 运动财经台下午的三点半 开始到四点 凌晨重播时间两点半到三点 那早上还有一个重播时间 早上七点到七点半 好 对不对 大盘连续修成两天 非常好 违纪路是吗 是啊 是啊 那你敢买吗 你要非常有gas 如果说你没有gas的话 真的啦 可能谈个两三天你才会买 严老师事先跟你讲好不好 我们五月份的操作 这两档股票操作已经结束了 一档股票叫智系 普通会员做的 一档叫欣欣 尊荣会员做的 应该都有赚到40%了 40%了 40%可以做什么事情 先获利入带嘛 你跟过哪个老师可以赚40%的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 你赚多少老师的话都赚到40% 你举例说明好不好 你老师接受挑战 你先赚40%把放在垃圾里面 就不用怕 对不对 当然你要卖掉 你不卖掉的话 你资金没办法回来嘛 对不对 最近这两天大盘跌了多少 跌600多点 非常好 跌的速度够快 不用那边再挣扎挣扎 一天跌个100点 要六天才跌得完 这两天就好了 肯定有起来 融资怎么样开始减少了 我今天特别准备了一张推背图 我请运通财经台的投资人 你要仔细地看老师的节目 你顺便做个笔记 因为我这张推背图 关系着大家未来五月份六月份 因为第二季只有剩五月跟六月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张推背图 我拿出来跟大家怎么样 一起分享一下好不好 来看到这张推背图 来我从这个地方开始讲 这个地方叫底部对不对 八千五百点大家都认同 这个叫中继整理 底部到中继整理 从八千点到一万两千点 这个叫做怎么样 这个叫出身段 经过中继整理之后 开始往上走 来到所谓的高点 高点在一万五 当然有很多人判定说 老师这个地方一万五 可能就是怎么样上不去了 对不对 但是没有想到来到一万七 一万五到一七 一万七的话中间价差是两千点 那我不跟你讲这过去的底部 过去的中继 这个一万五的什么左肩 我现在跟你讲形态好不好 来导播拉近 如果说这个叫左肩 这个叫右肩 左右肩可能对称 我相信你都学过技术分析 那现在目前为止就在走形态 你认同的 你今天赶快把VCR 把它录下来 来你的相机对准 阎老师这样图卡 好不好 我现在要开始解释了 来导播看这边 你现在要做的动作是什么 涨多的 五探截 你要跟严老师一样 先做获利了结 那如果说你手动股票是套牢的 这两三天有反弹的机会 好不好 你可以先做出个减码的动作 这样子没有错 有赚钱的先跑 反弹的 可以减码 你如果要进股票买股票 你要布局低位阶的 千万不要使用融资 我这边可以画个叉叉 你用融资的不要来找阎老师 真的你不要来找我 用融资的很恐怖 互使用融资操作 你要做价叉也可以 你要做波段也好 好不好 我们都会提供一个很安全的 一个操作的一个方式 当然这未来的台湾股市里面 会出现所谓的强势股 会出现所谓的强势股 你可以单股所单 你也可以锁定筹码好不好 老师什么叫做产业向上的 像矽晶圆 他订单接到明年了 至少接到今年年底 这叫产业趋势很明白的 还包含电动车的部分 未来有很多的族群都会加入 只是说今天大盘下跌 报章杂志都不会告诉你 等到明天过后 这种太阳出来了 又有很多人开始跟你讲 很多利多消息就出来 其实这个报章杂志 这个新闻台 好的时候就跟洗血一样 一直抱一直抱 如果不好的时候就跟乌鸦一样 一直恐吓恐吓你 我觉得你要回到这个所谓的现实 产业向上的报应矽晶圆 还有所谓的法人 这个法人对不对 开始锁定了 当然你现在看到的法人 老师要外资连续试卖 老师要这个投信 根据昨天的资料 连续六天站在卖钞 那未来真的法人会开始锁定吗 会 会 我直接跟你先写一下好不好 等他卖完了卖不动了 他就开始锁定了 外资不可能天天卖 懂不懂 因为台股目前为止 百分之七八十都是由外资来主导的 外资没那么傻 你知道吗 拿着石头砸自己的脚 不可能 当然我这个地方跟你讲 涨多了要获利了结 我们不能说只用说的 耍嘴皮子 连老师不耍嘴皮子 我直接把答案告诉你好了 好不好 你昨天看到老师这张简讯 你的感想是什么 老师昨天下跌 昨天下跌三百多点 你还有一档股票获利了结 可以赚四十%的 这个不是变魔术 这叫专案会员 专案 专案 有哪个老师比严老师强的 来你举个手给我看一下 好不好 让我看得到你 你到底是何方神圣 昨天大盘跌了三百四十四点 严老师的普通会员一档股票出去了 我说这个不是重点吗 重点在这边 那当然有人会问 老师今天大跌两百八十八点 你有没有像昨天这种 对不对 有没有像昨天这种 有 我斩丁结底的告诉你有 真的啦 严老师不拿出真功夫来 你真的很圆 严老师是暖脚虾是不是 来注意看了 包含严老师的会员 来尊重会员 早上九点二十五分 这个大盘还OK的时候 我又把一档股票叫B 对不对 这档股票叫A嘛 对不对 A哦 这档股票叫B 未来会不会出现C 我不知道了 这档股票市价出清了 来 你有没有赚到四十八 你跟他说有没有 如果有的话好 那我先恭喜大家啦好不好 这普通会员的第一档股票来 你赚了四十八 一百万下去就一百四十万回来 先放口袋 先放口袋 尊重会员的 你一百万下去好了 你赚四十万了 先把钱放口袋 老师明天后天要不要进场复局 当然要 因为你现在两天已经大跌了多少 两天已经大跌了六百多点 非常好 我相信我这档肢卡 真的很久没有出现了 老师从八千点 我都没有看到危机 一路到一万二 一万五 一万七 我都没有看到你秀这档肢卡 你现在这档肢卡终于出来了 等很久了 对不对 这边有秀过一次啦 从这边开始涨到一万七 这个就不用什么危机入市了嘛 今天你反而要做到危机入市 这个就严老师的希望 我真的希望能够帮助你 好不好 那我今天先讲一下了 好不好 你今天手中可能有些股票有问题的 你认为有问题的 你真的需要帮助的 OK 没问题 现在用手机扫描我们的QR Code 你直接扫 我直接帮 什么叫做直接扫 直接帮 你今天把你的需求告诉颜老师 每一通LINE 每一通LINE 你少见的LINE 由颜老师我亲自的回答你任何的一个问题 包含你手中股票的问题 包含未来我们危机要入市的股票 你今天只要我们扫描我们QR Code就可以了 就那么简单 我不会拉拉杂杂跟你讲一大堆 那没效啦 那没有用啦 未来要注意车电 航运类股 颜老师卖出去的两档股票 车电跟被动元件目前为止还没有动 光学镜头会垫后面 今天动的是细心元 今天动的有一些是高价股 对不对 整个第二季的标马股在明后天 它整个循环又开始出来了 你不要背这两天 老师这个大盘下跌了630点 怕死啦 你不用怕啦 你真的真的你不用怕啦 明天过后你就知道了 有一部电影叫明天过后对不对 有啦 我记得有啦 这个电影也是要看一下好不好 那老师还有什么强势股 今天大跌200多点还有强势股 有啦 看这边 这一档股票不好意思看一下 很低啦 这个开盘价26.05的 老师这低价股耶 低价股大家都买得到啊 这是昨天啊 你说老师今天大盘跌呢 你可以先卖一趟嘛 早上9点2分很好卖啊 先卖一趟嘛 有些股票在大盘下跌的时候 他还能创新高啊 但是你底部你有没有看到 你在拉回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 这个地方就不要再追了 等拉回好不好 拉得越深喔 我这边提醒一下好不好 越拉回你越要去做动作好不好 他没有拉回你就不要做动作 就那么简单 我之前也有跟大家讲到一档股票嘛 他叫华欣是不是 华欣嘛 一样是低价股的 两根掌停牌的时候我就叫你要先卖 等拉回 你就慢慢看他会不会拉回嘛 好不好 看一下好不好 会不会拉回 先声明一下好不好 行营类股的猩猩 严老师 哪 应该卖掉了 我在节目里面我真的有提醒你卖一趟嘛 有没有 有没有 我还非常关心你耶 严老师的自信有没有卖掉 我问你 有没有卖掉 我在节目里面有没有告诉你你要卖 你自信跟星星你不卖 今天又打到跌停板了 你又开始 又要开始怪我了 我真的我有讲 我再讲一次好不好 这叫星星叫你先卖一趟 有了 这叫自信 叫你先卖一趟 真的啊 股票不是说只有买 没有卖 没有买 没有买只有卖的话 没有卖只有买的话 你怎么做嘛 这是一个良心的事业好不好 这是一个良心的事业 我知道现在大部分的人 真的在台股里面 真的操作资金部位都不是很大 还有很多资金准备进场 OK 你老师接受 对不对 但是你要接受这个观念 拉回找买点的 要有微记录式的 你今天就可以直接打电话进来 好不好 你需要帮助的 你也可以打电话进来 没有关系啦 你老师通通接受好不好 你现在用手机扫描QR Code就可以了 把你的需求告诉我 你加LINE之后 老师你微记录式的是哪一档股票 我会亲自回答你 你今天只要扫描我们的QR Code 微记录式 要买的股票 我直接告诉你 切记很重要 你现在要是底部的啦 像这种的 底部的啦 像这种底部的啦 底部布局你才赚得到钱嘛 像这种的好不好 像这种的啦 对不对 你才赚得到钱嘛 未来要危机入市的 好好把握机会 危机入市喔 这一两天这个大盘 可能就风和日立了 你赶快要利用拉回的时候 赶快进场布局 危机入市看这边 只要加LINE 只要扫描QR Code 未来要进场的股票 袁老师亲自通知 危机要入市 切记很重要 布局第一档区起涨的股票 请大家 赶快把握机会 直接扫描QR Code 未来有一档股票 我会直接的 送给你 打电话进广告 好 轮原投股精准掌握台股趋势 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 长期布局投资战略 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 洞悉盘式策略悬股 轮原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奇迹 赢家专线02 2321 9933 2321 9933 轮原投股 轮原投股 研分析师 毕竟多次蜿蜒于空头 拥有二十多年股市经验 擅长基本面分析 经验大盘结构 最能动足极限 充分掌握风险 激起拜访公司 深入产业研究 集中火力 快速累积绩效 是您启动财富的最佳导师 轮原投股 制服专线02 2321 9933 2321 9933 轮原投股精准掌握台股趋势 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 长期布局投资战略 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 洞悉盘式策略宣布 轮原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奇迹 赢家专线02 2321 9933 2321 9933 车怎么可能啊 几分啊 预防二次交通事故有法法 一 开启危险警告灯 在适当距离放置车辆故障标志 或其他明显警告设施 二 拨打110报警 或119救护伤害 三 教会车辆位置 可用手机拍摄激证 四 无人受伤时 将车辆移到不妨碍交通的地方 有人受伤时 三 当事人均同意再移动车辆 五 在路边或路外安全的地方 等候警察到场处理 预防二次交通事故发生 放 波 跨 已等 就对啦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那当然这个两天的一个下跌 对于要目前为止空手的 正准备要进场布局的投资人 他是天上掉下来的一个礼物 但是如果说你进场 买太多 买太杂了 你现在反而怎么样 心情会很紧张 当然林老师一直跟你讲 资金要控管 资金要控管 这个很重要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还有不要用融资来操作 你看老师的节目 你一定要有收获 你不是电视要看一个尊贵 老师说的 我们就听听就好了 有些事情真的要放在心里面 严老师非常关心你 好不好 这两天下跌了六百多点 对不对 未来的好日子又快要来了 对不对 我特别准备这个推背图 这个推背图 都跟你讲得很清楚了 我们未来慢慢的验证一下 对不对 那五月份 心心跟自信 应该都有探紧 现在就是这两支就好了 未来就是操作这两支 第一轮股今天跌了 我在涨的时候我跟你讲 对不对 你要卖一趟 你要卖一趟 你不要说老师 老师我只会买 我不会卖 赚太多要卖一下 卖一下不会死掉 对不对 对不对 你就觉得很奇怪 老师要五十会到一百 一百会持续涨 会到两百三百四百 天方夜谭 有时候 老师跟你讲的话 你真的要听一下 好不好 该卖就要卖 这昨天卖的那又怎么样 昨天卖的今天打跌停跟我没关系 这早上卖的打跌停跟我也没有关系 智信要卖一趟 星星也要卖一趟 华星对不对 冯高你可以卖 今天这趟股败也是一样 卖掉以后有满满的现金 两天大盘跌了六百点 明天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不能讲 明天你就知道了 我先讲 唯基路是 你不要看不懂这四个字 含义非常深 当然你今天你加赖就可以了 今天你只要加赖 把你的问题交给我 未来唯基路是买股票 就在这边 切记很重要 不会带你去追 真正底部开始布局的股票 就在这里 请大家赶快扫描QR Code 我们一起来共襄盛局 直接加赖就可以了 未来要进场的股票 严老师亲自通知 打电话 赶快扫描QR Code 明天准备要进场的股票 就在里面 打电话 我们明天见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盛平补并自负投资风险 创意比赛 竟在运通 罗元同固 罗元同固 年分析师 历经多次蜿蜒于空头 拥有二十多年股市经验 擅长基本面分析 经验大盘结构 最能动足极限 充分掌握风险 激其拜访公司 深入产业研究 集中火力 快速累积绩效 是您启动财富的最佳导师 轮元同固智股专线 02-2321-9933 2321-9933 轮元同固精准掌握台股趋势 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 长期布局投资战略 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 洞悉盘式策略宣布 轮元带您引爆投资最佳企迹 赢家专线02-2321-9933 2321-9933 2321-9933 小偷 小偷 摩托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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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托嘴